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MyPureLand 今天是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邪淫还有自卫 今天这个话题比较可能因为网络上面不知道谁会看 就是比较敏感吧,对有些人来说 那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是我自己修行以来的一个看法跟观念 所以借大家参考 好吧 那自卫属不属于邪淫需不需要忏悔呢 我可以回答网友这个问题 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正常的自卫这是没有错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就比如说愿满则亏,水满则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规则 所以在我们人体的时候,男生就是当经满的时候,那他必须要有一个出口,那没有出口那怎么办呢?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你说,那你说这属不属于邪淫,我个人观点,这完全不属于邪淫,那你问我,这需不需要忏悔呢? 我觉得吧,忏悔不是忏悔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忏悔希望我们人生生世世的不停轮回 才会导致我们反反复复的面对淫欲 面对性需要的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解决轮回了,我们就不再有这个问题出现 那要忏悔的话是忏悔我们生生世世的过错 希望我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带领我们走出来六道轮回 因为为什么在每一次经满的时候 或者是性冲动需要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股能量 它是用来可以开脉轮的 因为我以前,其实我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并不是从打坐理论知识开始的 我是完全没有理论知识 我是师父直接,我觉得他直接是给予 就是我是从气脉开始的 所以我自己知道这一方面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帮助,其实我们人身体 每个东西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觉醒的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过错,不需要去认错 这只是一个自然现象 但是如果你在寻求解脱之道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同时 不管你是从气脉开始走 还是你是从理论开始打坐 开始进入 我觉得两边最后面都可以把这个现象去给破了 就是会这个现象会得到解决 还有就是我很想要讲是 那些对你有批判的人 就是你不要去计较他们在跟你讲什么 因为他们是无名的 他们不知道 很多学佛的人 他们是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毛病 就是他们很会用佛教的理论 去道德绑架自己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所以你要原谅那些批判你的人 评论你的人 就是说你这样是错的 要你去忏悔的人 不要跟他们去计较 既然你也是在修行的 你看你对我看我佛学的视频 所以你走在这个路上 你是五年级的 或者你是一个初中生 你就不要跟幼儿园的人去计较 因为他们还在无名之中 就是当他们去学佛学 他们以为他们很有理论知识的 譬如我要守五戒 我要怎么样 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 在修行的过程中 是需要一个同理性的 如果你一直去批判别人的话 这个如果你不是有一个正量的人 你去批判别人的话 其实自己相当 就是在当下 其实自己也是造了一个无名的业 但当然我们去 就是不要跟他们去计较嘛 那关于圣贤文化 其实我觉得古往今来 圣贤的文化 它是没有什么错的 就像基督教的Bible 圣经也是没有错的 只是解读的人 它的层次在哪里 如果它的层次只是一个高中生 它解释出来的东西 就是高中生的理解范围 如果它解读的是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 或者更高 正量更高 修行更高阶级的人 它越解释的东西越会圆满 所以并不要因为某一样东西 就去对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反感 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而已 好不好 这就是我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你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那借着你这个话题 我就想谈一下 关于性生活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包括老一辈的 包括在公众场合讲这个话题 或者就是有一些就是成年 team age小孩 team age就是13岁以后青春期的小孩 看电视都会看到像电视 有性生活什么 他们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 为什么觉得很恶心呢 我今天这个视频不是说 我觉得性生活是 就是鼓励大家去性生活或怎样 我这个视频是想要告诉大家 性生活是在我们人类里面 只要他是一个 只要你结婚处对象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样东西 那你怎么去正确的看待 男女之间的这个性生活 特别是我们修行的人呢 你觉得很恶心 你觉得很肮脏 那是因为你着想了 你我说的是正常的 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很乱七八糟 正常的一个性生活 就发生在正常的 合法的情况下的男女的性生活 那这样的性生活 没有觉得尴尬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我们去对这个东西批判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着想了 我们着了这个银的像 就是这个银啊 它就是不好啊 就是银剑啊 就是肮脏啊 不堪入目啊 在不堪入目 我们也是复经母学里面出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是投胎的呢 我们投胎也是因为我们的父母 在结合的时候 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看到了 女生一般是attach 就那个attach是连接强一点 父亲那边的一个感情线 所以他投胎过去 男生一般是attach 母亲那一边的感情比较多 所以当父母在结合的时候 那那个银就投胎了 那性生活是一个很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不要中欲 在正常情况下 不要去 就是过度频繁啊 这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人的生理机构 就是人啊 就是一个machine啊 时间到了 你是需要一个就是出口 需要一个出口 你去释放你身体里的一些能量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那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很正确的认识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性生活 因为我小孩子到了青春期嘛 他们开始学校里 外国学校 他们都会有讲这个东西 小孩子之间也会 那我就要带他们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就是啊这样子呢 真的是因为他着想了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你觉得刷牙会不会很 我觉得你吃一个薯片 你会不会觉得啊好恶心 我说不会啊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用平等的心去看待 因为你在分别 那如果说像男孩子的话 我也有儿子嘛 那我觉得不只是青少年 或者是甚至对成人来说 就是有一些男生 比较喜欢看女孩子的身材 比较喜欢看女孩子 比较性感的样子啊 穿着啊 那我在这边就想讲是 我们女孩子嘛 是有胸部对不对 那我跟我儿子也是这样教育的 我就问他 胸部的肉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好 胸部的肉是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 那我问他 手臂的肉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那手臂的肉 他说还是从自己身体上长出来的 两个同样都是肉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区分它呢 我说为什么很多人 你男生的朋友也会去区分它吗 因为你会着想 你会因为一个形状去着想了 你会因为一个词 它叫胸部而你去着想了 我说如果那个胸部是会排泄垃圾的 我说你还会为它而着迷吗 所以如果说 我说手臂上的肉不叫手臂肉 叫胸部 你还会为它手臂上的而着迷吗 所以说他当下他就明白了这个理论 就是我们一切都来自于我们认为 然后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刻里面 留有的印象 网络上面的看的一些印象 跟我们周围 周围所有的朋友啊 大家在讲的东西啊 就留下了一个印记 所以从我们的血液里 从我们的骨子里面 我们就会觉得 嗯 这个样式属于好看呢 所以说这不只是用于在教育青少年的时候 包括我们成人也是的 当我们有时候 会因为这样去迷恋一些这样的图片 去看一些这样的女性的时候 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所以当不管是小孩子也好 嗯 因为在学佛的人 我们也要经过 因为我们有七情六欲 我们有 嗯 我们有情欲嘛 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很正常 但是当你知道了 这样一个我们其实是着相 着文字相 着一切相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这个五着的世界 出淤泥而不染 包括我们的小孩子 如果他以后身边的朋友 会去嗯 做一些什么 会去讲一些什么 会去看一些什么 他们就会有非常正确的观念 觉得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不需要看 每一个人 自己的隐私 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东西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又有什么呢 名字是可以转换的 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 就很小的时候就老问我妈妈 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样叫呢 可以不这样叫吗 我偏要那样叫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其实是一样的 所有东西就是一个名字 代表了一切 而我们就被这个名字 找了一切的像 所以对于生殖器官 对男孩子在青春期或成人 在情色上面 有污染比较严重的 我们慢慢的用这样子的一个 之鉴去清净我们自己的思想 你思想清净了 你看一切都是清净的 而且你不会着迷 你不会有这个欲望要去看 你会有欲望要去看别人的手臂吗 你不会嘛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当手臂 就是女孩 就是男生看女孩子 你当他的手臂 他的胸部是一回事情 那手臂也有粗跟细啊 那还有什么为之是沉迷的 你就不会犯一个邪淫的罪 去看别人的照片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造很多业 好吧 小孩子也可以避免造业啊 特别小孩在高中时期 不要接触情色这些东西啊 对他以后考试进大学 都会有帮助的 这是我怎么教育我们 我青春期的小孩 但是这个用于我们所有人 我们很经常的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反应 就是啊 这个事情不要拿出来讲啦 太害羞了 就是怎么样 但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拿出来讨论 就是我在这个视频 我想强调的是 正常的合法的情况下 这个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丢人的 很害羞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人类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 对于修行的人来说 那修行的人来说 我们怎么要去 去破这个性生活的这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在结合的时候 有生理需要 第一 你真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觉知力跟定力 你会去发现 是你的身体在需要 还是你的念头在需要 如果是你的念头需要的话 你再问你自己 这个念头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念头就是像云朵一样飘出来的 它是虚的 它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说当我们在性生活的时候 那是什么跟什么东西在结合 其实是一个人的肉体的器官 跟另外一个人肉体的器官在结合 那当这个器官 就是在结合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快感 所谓的高潮 你觉得很多人就是沉迷于这个 他才去做性生活 但是我想你们去做一个实验 因为这 因为这个东西 第一 快感很快 它不是永恒的 所以就是 包括性欲高潮 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就是一切毕竟空 它是空的 你没有的 你永远抓不到这个快感 永恒的快感 第二 就是你 比如说 男女在房市 在性生活的时候 如果你有快感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地震了 房子塌倒了 突然之间 你接到一个电话 你小孩 你亲人车祸死亡了 在这么极端恶劣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一刹那 或者是你家里房子着火了也好 或者你家有强盗进来了 拿着手枪要打劫了 你这个时候 你还会不会有性高潮 你一定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高潮是什么 大家要 大家 大家如果在走修行这条路 这是你要必经的一个 一个关口 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 我们是在家人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一种东西 其实是你的心 染着 分别出来的 只要你的心不染着 比如说 小孩子死了 父母死了 如果地震了 房子塌下来了 当你的心 移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不再给这个东西吸引的时候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你就会破了这个沉迷于性生活 性高潮的这一个现象 那 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说 特别是在家修行的人来说 大家会觉得 如果两个夫妻是道友 那自然这个方面 大家有一定的认知 是很容易可以过的 那如果说另外一半没有这方面的认知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没有办法 你只能安忍 然后带着正确的 我刚刚讲述的 带着正确的一个观念 去度过自己修行这一关 这就是自己的一个考试 是一个考验 不要 因为你修行的过程中 就是你要脱下一件一件 在身上压在自己身上 很重的东西 其实那种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惯性 我们的一个习惯 所以不要去不理解你的另一半 不要去跟另一半去争吵 或者不情愿 因为他就是来修你的 这就是你一个功课 当然 在你走到这一关的之前 你真的是需要有一定的定力 一定的觉知力 但是这一关 谁都走不了 每一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情欲 性欲 是一定要过的 那 而且就是 尽量 尽量就是我 我跟大家讲 不管你有没有 协赢过 如果我们所说 在道德 社会伦理上 协赢 就是指 你跟 别人发生关系 但这个关系 你是小三 或者他是有夫之夫 有夫之父 是不合法的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曾经做过 那过去了 过去的让他过去 从当下正确的去认识一段感情 去认识一个性生活 如果你真的是要朝着一个修行解脱方面努力去走的 不要让性欲 不要让对性的仇视 对性的着想 去束缚自己 我们要把这条线给剪断了 当别人在跟你讲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要很坦然 就是好像我现在在讲这个东西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是非常坦然的去讲这个东西 顺便在这边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明白到什么叫顶天立地啊 那是一次我跟我师傅在印度的时候 我忘记在印度哪里 因为他讲英文 他跟另外一些印度的小和尚用英文说 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去认真的去实践布达的东西 然后旁边 就是他旁边他的妻子就跟他说 你跟他们讲什么讲 不要多讲了 他说讲都是没有用的 他说那些很多人他们只是来骗钱 什么的就诸如此类的之话 其实我当下一听的时候 我整个人感觉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那个moment开始 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人 就是我觉得整个人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他顶天 他立地 你会你会觉得 从所未有的政治感 就是人就是有那个 就君子那种正直感 就是顶天立地的正直的感觉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个感觉 就是直的 无惧 你就是会无惧无畏 然后就会很坦然 所以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我们要去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最后面我想讲的就是呢 我讲的是我自己修行以来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过关 我的自己的一个感悟跟 一个一个绝授 我讲出来的东西 你们听起来 其实这个也叫理论知识 你们知不知道 很多东西 你是没有用 你没有办法去用理论知识去实践的 你们 你们必须要去 一步一步的要去打坐 去 去 有点定力 然后去培养自己的觉知 你们才会开始慢慢明白 就是我视频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 包括 比如说我自己 我在网上 也会看其他老师的视频 但我什么情况下 我就是会 反复的看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的修行是 当我自己证实到某些东西的时候 我现在身边没有一个老师说 我可以打个电话问 我可以message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老师在 但是呢 我自己会知道 我自己这样可能是对的 我要去求证 我这个 目前的境界 境况 我的感悟是对的时候 我就会往上去看 或者我会翻阅经书 去证实我自己东西是对的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经书跟网上 包括我在视频里面做的东西 是一个理论知识 到你们慢慢慢慢走到这一步了 你们是可以借着不同人的修行 他们过来的经验 他们的感悟 然后跟老师的教导 你们可以证实 你们是不是到了这一步 所以我就在这边呼吁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 好好的去修行实践 然后如果再遇到性方面 是有困惑的 过不了关的 可以去再听回我这个视频 或者去看看网上其他 有没有实修老师 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帮大家去度过 这个大家会有的人会觉得 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这一关 其实只要不着想 一切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分别心 就是不要 我们要有道德观 OK不是说你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出去乱搞 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要在正确的 合法的情况下 大家不要去太着想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把这个像给破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反正成熟我个人自己的一个 一个过来人的一个感受吧 跟修行路上的一个经历吧 那就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咯 下期视频我们再讲那个网友 关于孝顺的问题 好不好 就这样了 拜拜